何为天道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 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 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 就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 一个人若是喜欢切令贪钱 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 一个人若是喜欢投机取巧 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 这些变幻的人士 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 小的与日月起落 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 天道是个太极图 半边是黑 半边是白 中间有一个界限 过了这个界限 阴阳就失去了平衡 就要起变化了 这叫阳极则应生 阴极则扬生 换句话说 就是圣极必衰 消极必长